在宝剑市场上 全建火辽与华林电疗的知名度曾不相上下 在全建因涉嫌传销犯罪和虚假广告犯罪被查处后 河北华林公司也因涉嫌传销被查 记者实力探访发现 仍有店铺引力开展电疗服务 那你们带有什么生物店吗 有啊 那个是219 它那个是密干剂 现在受那个全建影响 我们带你们俩小豆给裁的 但是我们做 这个是让板子上有 就是有那个可以通电 没有这个不行 以前那个要搞水 搞水的领体不好 现在这个硅胶板 那那个素素能渗透到你的脏骨 是吧 这样你滑了好像那个东西 这个里面有东西的皮鞋 是不是 这些东西有一个大的服务 就是我在这个垫的这个 不是就是要垫的时候 这个是 那个是腹脏 那镇在这 这在垫是横看我身上 怕不得麻麻的 我以为您来什么东西 这还香香的 上来护手说了 我 这个是不是没办法找垫 也有垫的 但是皮肤上面不下 这个绿绿的用于什么 这个是 小鸡皮鞋 这个是 打粘子就会长 这个就是 简单的 就有点小鱼肚子 不是真的鱼肚子 它会像真的鱼肚子一样 那就是鱼肚子麻烦出来 那就是鱼肚子不通 对 那你眼上起 对的 也就是它的正好是大肠鲸 你看片 嗯 它是红起来 知道吗 这种红鞋 你肝胆红啊 据该女技师介绍 只要打通经络 什么病都能调理 她称 自己的妹妹 曾患乳腺癌 皆是电疗调理后痊愈 你看这个 什么子宫癌啊 腺癌都是堵的 身上经络打通的 啥都没有了 妹妹去年得了乳腺癌 双侧的乳腺癌 就是在这 我跟她调了一个星期 第一天晚上 我跟她坐到时间里 12点 那边吸着寒气 她的寒气吸着 把我手都冻死了 那听说 没有了 记者探访大新一家 生物店里聊天时 市场接管人员刚走 店员商量着 如何规避 对店疗的查处 她这个供 这不是刚算来查吗 今天可以给你做 给你做吧 别人家人来了 我把这厂子 前面没一些锁 然后不关了 从这儿没走 一名技师也给记者 使用了酸碱瓶 DDS理疗 以理疗 之后又拿出各种精油 附在记者背上 称 在调节酸碱平衡 一位华林经销商 张先生认为 生物店DDS 其实就是骗人的 先使用弱电 让人感觉发麻 然后就会告诉顾客 是身体的问题 如果想让顾客 觉得问题严重 就把电流调大点 张先生称 华林内部有很多体系 不同体系之间 发展会员和奖励的模式 金额都有所区别 以它所在的体系为例 交五万就能发展两下线 再由下线发展下线 不断抽成 直到赚购一千万后 自动退出 张先生对记者称 其实交五万 只不过是在体系内 买个位置抽成而已 不少人会把机器和产品 几千元反售给上级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 不过发展下线也很困难 很多人投钱后 发现自己无下线可发展 就变成了死线 断线 新京报 动新闻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